中国台湾网讯 台湾资深媒体人 许宗茂在台湾中时电子报发表评论说 近来流行一种说法 鉴于蔡英文和民进党彻底掌握各种部门 包括大多数媒体的舆论方向 加上年轻时代普遍反周 国民党的路线已无空间 马英九江是国民党最后一任台当局领导人 这话如果属实那么只对一半 因为如果无法逆转蔡英文 也会是民进党最后一任台当局领导人 许宗茂指出蔡英文和民进党 常年有种根深蒂固的错觉 只要台湾上下共同展示拒绝统一 追求独立的意向 大陆就会知难而退 所以他们毫无顾忌的往前冲 去年的香港修理风波 给了他们证明自我的条件 成天传来的香港街头画面 激起台湾人产生与大陆保持距离的心理 结果民进党趁势鼓动仇中情绪 把原先会输掉连任选举变成大赦 此时民进党当局只能同时做两件事 一是向中普般紧贴美国 二是在台湾内部创造一种自我催眠的环境 让台湾人从骨子里仇视大陆 又相信全世界人人都恨大陆 同时所有海外人士对民进党当局赞予有加 美国刚好又有一个信口开河的总统 乐于拉台湾当电背 连台湾卫生部门引用大陆公告 新型肺炎数据的信函 都被说成台湾向侍卫市警人传人 然而此时民进党当局一干人等 早已亢奋到无法自拔 仿佛眼珠变红了 自已享受着跟着美国背后吐舌狂吠的快感 同时在台湾民众还需要排场队买口罩 台军官兵必须连续几天戴脏兮兮的口罩时 民进党当局就开始摆裤 把上千万个口罩送出去 然后把换来的泄息声 包括花大钱在海外 振弱对台湾的狂赞 日夜大声播放 陶醉不已 又把一些国际人士对大陆发的牢骚 夸大成巨雷般轰炸声 把美国军舰飞机穿过台湾旁边 当成仿佛百万雄狮来了 可见台湾社会也分不出幻境和现实了 许总贸说 然而就在此时 大陆已经完成对台湾强硬政策的实质准备 台湾越走越远 和解办法没用 只剩下硬的了 本来是民进党阻挠大陆人赴台 现在则是大陆暂停陆生赴台 再加上去年赴台个人游已经暂停 这是很明显的清偿动作 许总贸还猜测说 北京已经表明要对台加速和平统一 但已不提一国两制了 意思是在闪电式的非和平手段后 和平的统一 许总贸最后说 台湾大选前 韩国语大声疾呼 如果蔡英文连任 台湾会很惨 不过以目前情况来看 两岸局势仅仅四个月 即已度日如年 恒惨恐怕远远无法形容 即将来临的大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